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上周呢 我们做了个WD固态硬盘售后的这个调查 发现那至少在5月份之前 那WD官方是无法保修固态的 这个事情呢 到现在还没个后续 非常的滞胀 这里也多说一句 那即使WD官方后来可以通过他们的垃圾外包商售后 悉数的城市快车去售后的话 但是城市快车体验之糟糕 也不是一年 而是十年以上了 因此我也不指望WD能够改善他们城市慢车的售后 要改的话 十年前就会有所改善了 不会等到2021年 所以 虽然说WD作为仅次于西捷的第二大机械硬盘出货商 和仅次于三星的固态硬盘出货商 产品本身也是价格合理 性能不错 质量可靠 但至少在中国大陆官方售后是一塌糊涂 所幸 那除了绿盘以外 蓝盘黑盘的固态的故障率极低 虽然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靠谱的供应商选购 这次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冷门的WD企业级的固态硬盘 SN640 6.2接口 NVMe 2.5寸 3.84D固态 是不是听着名字都要绕晕了 这当然不是WD的推广 希望审核 注意一下 我没被WD搭黑就不错了 而且WD的推广是外包给了一个上海的公安公司兼传统媒体 某站上的WD的号就是他们运营的 还在那边推广那个智商简单盘NN1500呢 内盘就是两个SN750的OMM版本 SN730组络瑞德0 连续读写乘号 但是4K读写也不变 关键是占用了PCIe30X8的接口 在Z790台上是会影响显卡带宽的 还贵的要死 你真的你去买那个系数的SN850的话比这个速度快还便宜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SN640的基本信息 那尺寸是2.5寸的7毫米硬盘 但是采用了全精确的外壳 所以重量的话比一般的2.5寸盘要重一些 重量达到了86克 接口采用的是U.2接口 那这个接口在Z270时代的话 还能在不少中光带的主板上看到 就比如说我们手里这块技嘉的Z270 Gaming 5 但目前基本上只有在X299 TR40和一些服务器主板上 才能看到U.2接口了 非制作平台的话就只有华硕的WS Pro X570这类的 或者说更老的微星的Z390高的LAC之类的上才有 Z490平台上很少有看支持U.2的 所以说要么使用这种U2转M.2的转接线 大概100多块钱 要么用这种PCIe30X4的转接卡大概几十块钱 个人觉得转接卡更方便一点 但是基本要搭配ATX的主板了 主板上有960G、1.92T、3.84T和7.68T 我们这次测试的是3.84T 但由于走的是NVMe协议 官方理论的读取是3300Mbps 写入是2000Mbps 看完基本参数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性能 我们实测使用U.2、转M.2和U.2转PCIe卡 连续读取都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转接PCIe的话4K写入要更高一些 使用PCIe310 Mag测试 在空白的情况下 两种转接方式的连续读取速度在2800Mbps 写入速度在2060Mbps 比官方的数据差了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使用了转接的缘故 数据比SN750要弱不少 比SN550强一些 4K读取在40Mbps 写入160Mbps 转接PCIe写入到200Mbps 我们之前做过固态硬盘对游戏加载测试 只要不是大耗U盘级别的电子垃圾固态 不管是SATA NVME甚至PSIe410固态 硬盘之间的读取速度差异 在这场使用中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不管是游戏读图还是帧数等等 不过说实话 现在市面上大耗U盘固态越来越多了 很多时候甚至速度都不如机械硬盘 除非你整天往硬盘里挪数据 把这些大姐姐跟小姐姐来回这样挪来挪去 那这些大量的文件去读写的话 你才能感受出来不同固态的速度 实测移动一个80G大小的学习资料 一开始的速度为1.2G每秒 后面稳定在960Mbps 共用时约80秒 这就很奇怪了 你一并拖三个文件的话也是一样的结果 还是1G每秒 只有跑分的一半 那两块硬盘互相考的话都是一样的结果 只有把每个文件分开写入的时候 才能把写入速度吃满2000Mbps 全程是没有掉速的 这个现场有点迷 我们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不过1G每秒的速度 也足够满足我们工作室的万兆的局域网了 当时我们怎么拉万兆光线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说实话 大部分的MM1固态拖大文件都会出现 写完SLC缓存以后 不如我们网速的情况 现在不早过的硬盘都喜欢弄什么全版模拟SLC 一开始的跑分很好看 等你硬盘装的东西多了以后再用就原型毕录了 后期的速度会下滑得非常厉害 SN640时在半盘和满盘的时候跑分 易战和空盘一样都没有出现 明显的掉速现象 毕竟是企业级硬盘 人家干的就是每天高负载的给大姐姐和小小姐们搬家 身体一定要好 这一般固态还真吃不消这样多人呢 但是这样的性能带来的是巨大的发热量 两块硬盘带机时的温度为48度 进行大文件拷贝时的温度57度 外壳能到59度 另一块盘就更热了 达到63度 用软件进行高强度显入的话 温度能有最高70度 外壳已经摸不了了 这个时候进行文件复制就会出现过热掉速的情况 翻翻说明书 这个硬盘功耗最高能达到12瓦 带机是小于5瓦的 对于一块硬盘来说已经不小了 毕竟这东西是企业盘 一般的使用环境是在服务器的机架里 用暴力扇吹 所以说在大强度显入的时候 还是介绍要留有散热空间 并且加装一些风扇或者散热片更好一些 测完性能我们多补充一个游戏测试 因为担心企业集的硬盘是否会在玩游戏时 有延迟卡车的情况 之前海康威视的企业集固态 E200P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测试用的SN640去玩COD16 命令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放心使用 最后的话说一下价格 企业集产品的老套路了 你去京东自行搜价格 哎呀好家伙直接却退 毕竟企业集的东西 明显都是卖给公司的 需要留利润的 就比如说我们用的18D海气盘 京东价格和我们淘宝店价格 都要快两倍的差距了 都同样的SN640 3.84T 京东自行价格6999 实际上淘宝店只要4000多 那介于目前WD形同虚设的官方个人售后 我们走的计划商售后还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这个东西毕竟还是小众产品 你还是需要额外去购买转件设备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一些 喜欢给大姐姐小姐姐们来回搬家用户 是否会购买SN640的硬盘吗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说能来我们店里面支持一波就更好了 毕竟我们比WD的城市慢车的时候 还是要靠谱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油管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YouTuber 你们的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说了解更多电脑资讯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RK 那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